我想你了 我也想你了 原来 你们不需要我介绍 我还是小孩的时候 就跟着小语姐姐聊 因为她好看 老带她买衣服 下班了 哪有 到楼下买点吃的 一会儿接着加班 充个电 补充电能量 好像瞬间就变满格了 有酒 酒是新巧克力啊 只有一点点 不会影响到工作 你有没有一种 只有我们自己嗨 别人却不知道的快乐 你 怎么是你啊 我好想你啊 我好想你啊 林菲儿 你怎么回来了 你都回来了 我怎么不能回来 给你们介绍一下 安宇 林菲儿 林菲儿 安宇 安宇 林菲儿呢 是林董事长的女儿 安宇 菲儿 萧維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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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是你啊 回来了 你怎么在这儿啊 长高了啊 头发也染色了 好看的 你怎么说那么多啊 现在 那我想你啊 我也想你了 林菲儿 你们不需要我介绍 我还是小孩的时候 就跟着萧維姐姐了 因为她好看 老带着她买衣服 那我们走吧 走走走走走 去哪儿啊 跟我接风洗尘啊 你不是跟我爸的吗 不行 我和安宇今天要加班 要不晚上 那我先去找我老爸了 你们晚点来接我 说好了 好的 再见 再见 原来这就是传说中 林董的千金啊 我准备搞一个大功臣 你知不知道那个人像摄影师 奥伍斯特桑德 你是想效仿他 时代的面孔 那系列的作品 我要仔细 了解我的采访对象 深入他们的生活 捕捉他们最动人的瞬间 想法是挺好的 但是希望你 不要再三分钟热度 我才不会三分钟热度呢 我已经想好了 第一个采访的人 是谁了 不会是我爸 拒绝 为什么拒绝啊 要不然这样 画玉吧 画我干什么 为什么不能画你 为什么要画我 我跟你说 菲尔画画很厉害 他绝对可以把你最美的 瞬间给捕捉下来 菲尔当然是很厉害 但是我 我 我 要不 我画你们两个 好啊 说话我们两个 门怎么开着 什么呀 咱们 什么 菲尔 林菲尔 凯哥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刚回来没多久 他回来怎么不告诉我 他也没有告诉我 我介绍一下吧 这位是莱莱 这位是菲尔 你好 我是菲尔 你好 菲尔 莱莱是我们的同事 我和安安姐住在对面 你们住对门啊 莱莱很高兴认识你啊 要不你们 你们先开一下酒 不住下桌子 我马上就好 你这次来着了 赶上我的大餐了 我跟你说 没问题 我跟你讲 他厨艺进步很多 他不是 也不是 不知道是在他家 来来来 不是你要的 你说吧 来来来 来来来 谁要的别人啊